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国业维新圣教 益经大学 我们所有前世同修代表 今天五月十一日 是本维新圣教教主王残老祖 大今生 落成 以来我们第一次共修 王残老祖大今生的落成 大家 我们都很高兴的 由过路 世界过国 海峡两岸的同胞 本世 天下一家心 同中 同源 同祖德 一起 来这里 参与盛会 这 启示了 法 是大功无私的 而 法 是利益众生的 绝对没有私心 所以才有这么多上万的 贤士同修 信众大德 来参与盛会 那么 我们在参与盛会的时候 原来都是在下雨 几天蒙蒙雨 到了我们要接班的那一天 五月五日 大家都烦恼 下大雨怎么办 老祖还是说 不会下雨 你们放心好 结果我们 那一天早上 天气好得很 又不是上天 又拿了一个大凉伞给我们大家 我们接班圆满之后 到下午四点 才台湾 全台湾普将甘霖 这叫做法语金战 法语 就是天神 上天 诸天 圣神 我们的慈悲 也成余光降 我们台湾净土 来租热大地 这极是产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一直很感恩 王城老祖的慈悲 从五月五日 下午四点开始 一直下雨 下了三天 这三天 我们刚好在维新社教 已经大学举办 东亚新宗教 高层论坛 来参与了 共有二十一个国家 的教授 专家代表 来参与 参与 论坛会议 论坛会议的目的 需要将 构地 人类有烦恼的地方在哪里 怎么样才能够解除人的烦恼 即使王产老祖开示的消灾化解 这个正是本为新圣教 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的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所做的一切 都是消灾化解 解怨嗜嗜嗜 这是宗教的最高境界 消灾化解 解怨嗜嗜嗜 这个大 是从整个的民族的消灾化解 在推演到整个的人类 灵魂界 空界的消灾化解 解怨嗜嗜嗜嗜嗜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啊 王产老祖 在三十六年来 以中华文化道童易经的妙法 擁心反来做解怨嗜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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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嗜". 解怨嗜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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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痜以 clues 在本维京圣教义京大学我们做到了 我才体会到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国家的不安 他们寻寻觅觅要找的目标在哪里 就是要如何解厌世界消灾化解 所以三天的会议 这个是法会 各国各国的代表教授都提出他们的高见 本教也提出高见 来报告 这也是法会以法来汇油 以法来汇金 所以世间的一切万华 都是大功无失的 我们应该要理解这个真实义的时候 我们修行是必要的 那么今天我们维新圣教以中华文化道童 一间风水打来作为消灾化解 这是主要的消灾化解的基础 解渊适解的基础 可以扩大到整个的人力 可以缩小到自己自我的解怨是谁啊 有人常常埋怨你身边的不如意 有人常常埋怨你的家庭对你不好 朋友对你不好 长官对你不好 有人常常埋怨 你的事业做得不好赚钱赚不好 那你什么都不行 我们就是要去找到这个渊的源头 找到渊的源头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法 要有法你才能够解怨是解 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解怨是解了啦 在差不多十几年来的好多好多信徒来一直在寻寻觅觅的 在烦恒都有人故意找他讲话让他听了很难过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那是你自己过去礼节跟人所结的恶元 现在时空阴连和合到了 所以你就会白天晚上睡觉都会听到人家在 骂你 讲你坏话 或者叫你要去跳楼 叫你宿杀 哪里 要掉掉 要怎么样 做人很多 哦 就很紧张 那我说你做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忏悔嘛 无形无相 你要忏悔不简单 那么怎么样才能忏悔呢 所以圣人佛就有留下真言 留下经的真理给我们来忏悔 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练世俱记 你要当你一直听到很多人在耳朵里面 在脑海里面诡谤你的时候 骂你的时候 你要欢喜心 忏悔说对不起 我过去有错了 我一切忏悔 那你就直接念 佛所开示的那世俱记 往昔 手造诸恶业 皆有五死贪春痴 重生 羽翼 诸所生 一切罪障 今 忏悔 往昔 手造 诸恶业 皆有五死贪春痴 从身以义诸所生 一切罪障皆忏悔 那你就要去想你自己平时的坏习惯 以前的坏习惯是怎么样 喜欢挑拨离间 讲话 对人不好 讲话 毁谤别人 批评他人 无中生有 这样的话 那我们一并一定要忏悔说 我不会再做了 做错了 或是以前你对朋友 或是现在你对朋友 对家人 对亲戚朋友 你说话伤害他们的时候 你要赶快 还醒说 我什么时候 讲话 对别人 不对 伤害他人 那我 不会再发生了 那自己还省以后 你还要进一步 告诉你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 叔叔 困在我们身边 你要 静静下来 合掌 告诉 比如我是姓张 我张家的历代祖先 我的守护神 我 什么时候 这个 讲话 毁谤别人 以别人冲突 伤害别人 所以这我就认为错了 你们就不要 按照我这样 我都是错误的行为 我现在忏悔 不会再发生了 请你们不要 跟着我 去做同样的 想法和行为 我错了 然后很诚心的 向祖先 看回 看回 再进一步 向你家中的神明 你家中的神明 你所供的 无论道家 那国家 耶税 耶税家 什么家 不管你什么神 你 若是 有 不对的地方 那你就 像 家里的主神 太子爷 王爷公 妈多佛 天上圣母 或是玄天上帝 我什么时候 我对人 起恶恋 起恶缘 所以我很 忏悔 我说是不对的 我应该 要怎么做才对 所以你要把方法 提出来 向你家的神 禀报 说我做错了 所以我行手造诸恶业 皆有无死贪嗔痴 重生以欲 诸所生一切 罪障的罪障 皆忏悔 你只要像 你家的神 或是 你心中的神 莫拜 行三拜礼 这样做的话 你耳朵身边的 那一些 传来的话语 你就会 渐渐渐渐的 减少了 他们 在一世界 灵魂界 我们所说的 冤心在足 就不会一直 跟在你身边 一边 要你去跳楼 一边要你去自杀 一边要你上吊 要你去喝什么药 要怎么样 拖着你去喝酒 所以 人现在社会上 就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大家 要注意 要注意 自我注意 自我忏悔 自我忏悔 世杰 台湾是敢 这是台湾的病 因我成功描迪生 所以这个冤筹 不是只有你 看到人这边拿着刀 拿着枪 拳头 要相互的揍 相互的对 对斗争 相互的伤害才赚冤 不是这样而已 而是从你脑意识里面 脑海里面 从你 有史以来 你不知道在世间投胎几次 这个事情都会发生 所以现在世界 各国自杀力那么高 大家一直在 怪政府的政策不好 政府的福利不好 外政府的什么不好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那从来没有人去思想思考到 自我还行 自我忏悔 这个冤 是自己决的 这个冤 没有从外面来的冤 是从自己无量节 以前到现在来的冤 我们都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的话 我们就难免会 在那边起烦恼心了啦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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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们 有遇到 一些 朋友 阿强 阿强 大静大德 或者你们的地址 你们的学员 学生文 有这么问题 你就叫他们 时时 要念 忏悔 忏悔 四须忌忏悔 往昔 首造 诸恶业 皆有 无死贪生痴 重生 雨雨 诸所生 一切追障 皆忏悔 多练 多修行 这个叫做修行 所以修行 的内涵 无所不报 八万四千法门的内涵 当你误弄 你会 当下 哈哈大笑 原来我们的冤 我们的仇 冤仇 那么多 哈哈 各位同修 你有冤仇 有万吗 有哦 常常想起来 想很多 欢乐的事情 好像 哦 我有神通了 听到那些叫我去跳楼啊 那都是冤仇 叫我们去 吊刀 吊上去就好了 环绕就好了 嘿 这个曾经就有这一种信徒 老人家 他看到我 老叔啊 老师傅啊 我身体很不好啦 我的有 有神啦 告诉我说 用吊刀的 更快好啦 用吊刀的 拼就更快好去啦 哦 这位老人家呢 这样跟他说了 我说 你就是千万 不要用吊刀的 哦 用 他的更好 用哦 黏阿密度分 用黏阿姆阿密度分 阿姆阿密度分 阿姆阿密度分 可以就黏阿密度分 我说你现在 有在上班吗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在上班 有在吃饭楼 没有啊 七八十肥啊 我怎么吃饭楼呢 那么你吃 王三老祖 还是吃佛祖的套路啦 哦 那就是 佛祖 他没有能够把你黏佛 去回向 给你的祖先 回向 给你的万亲自主啊 所以 你用黏佛 阿姆阿密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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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向 给你的祖先 啊 你几天 可以就像佛祖 黏阿姆阿密度分 那就好了 吉他都不用黏 哦 哦 那部教的说 哎有效吗 我特水有效的 啊 回去呢 他就在你身上 没有方便佛祖啊 我去送了一管佛祖 哈 他就 就第一一粒啊 近过 超半年了 啊 民生都改变起来 哦 那么精神 人生觀很快樂 就來參加世家拜羅祖 很開心羅祖 感謝你救我 我現在我上你的班 上你的班 我今天要來領薪水 要跟老祖領薪水 因為一天 師父跟他來上羅祖的班 在家上羅祖的班 就用來領薪水 就是上羅祖的班 後來就這樣 領薪水說 好 老祖領薪水 你一個月 哪一 這太有錢 我生生了 我又沒吃粉 又沒吃酒 給你吃飯而已 你兒子讓你哪一隻 我兒子一個月兩萬塊好 十五個月一萬 你們孫 孫賺錢賺十萬 一個月六萬 哎唷還不錯喔 以前都沒有要拿錢給我 從我回去 又要把老祖上羅祖的班 念佛在後 我兒子開始 拿錢賺 做新人做收費了啦 這樣就是老祖 叫你兒子 拿錢給你 一個月六萬塊 那些人 還要付錢多好呢 很開心 哈哈大笑 哎唷我兒子就是 小型就是這樣而已啦 還沒落 落學習了 一心點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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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街 我們世界 這就是我們 金光景 我們開始的 我們無雙 神聖美名法 一千萬劍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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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所望善知識 冤 冤 相到何時了 人與人之間的冤 時時刻刻 都在出現在我們的腦海 出現在我們的身邊 但是有一種冤 也時時 出現在我們身邊 我們沒有注意而忽略了 就是風水學 風水的吉凶禍弧 是恩和仇 冤與仇 當你違背了風水學的法則 那本身就是冤 冤醜淋聲 可是我們都不曉得 我們的冤 與大自然的冤 與環境的冤 都有相當相當的密切關係 曾經我們有一位老信徒 他的企業做得很好 在一家辦公室 辦公大樓 因為他的公司做貿易的做得很好 隔壁一間就做不好 要賣掉 比較大間 比較大間 所以這一位信徒 很高興的就把它買下來 買下來把原來舊的 辦公大樓 辦公大樓 門關起來 隔壁打通 用新的買的那一棟 做主題辦公室 門也開在另外 新買的那一棟 這個新買的那一棟的門呢 啊 這就是在 湖邊 啊 第一原來這一棟 第二原來這一棟 第一這一棟是擠 門出來 搬個 電梯 坐在他的龍邊 不錯 所以他生意做得好得不得了 這一棟呢 這一棟呢 這大間 出來的 剛好對著這兩支梯的門口 變成朱雀 朱雀 朱雀洞 所以原來公司很 啊 被你比這快大一倍 做到最後 公司收攤了 啊 互在咧咧 所以他就 很高興呢 把他買起來 把這個打通 打通了 他就把這個門 改到這邊來 用這邊來出入 那說 那說 這位信徒 啊 把這個門 改了 改到那邊 改到第二 地方出入 啊 啊 那 事業百事不勝 因為你電梯門出來 這裡兩邊 朱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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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口舌 口舌 之災 事業不勝 百事不勝 什麼都來 所以他有一年就跑到 大環市去問我 說這 為什麼 啊 他換了一間大的辦公室 啊 情形畫給我 啊 畫給我看 我說你都錯了啦 啊 哎呦 誰叫怨親債主啊 啊 這一戶 就是你的怨親債主 這戶 啊 這戶就是你的 萬親債主 讓你移到這裡 你就 撩得偷偷偷了 他說 我兩棟都要賣掉了 撩得偷偷 不知道什麼樣的 為什麼改到這邊來 買到這邊來 手藥 就這樣停頓下來 啊 開始百事不順 賺錢便不賺錢 便虧虧虧本 啊 拖了一塌糊塗 我問我怎麼辦 做怨親債主裡面 要怎麼寄 要來借 要怎麼化煞 要怎麼樣 去 啊 求什麼神 我沒什麼求啦 你聽叫什麼神 他說 他叫很多神鬼啊 啊 啊 叫通靈啊 我會話胡說八道 叫通靈 叫神 你為了你搞錯了 與環境結婚修啦 與環境結怨醜 就是反撲 啊 就是反撲 啊 煙囑 就是反撲 所以你當然要賭嘛 很簡單嘛 啊 那麼問我 說那怎麼辦 師父啊 啊 現在春不下去了 啊 我 公司都要賣掉了 我說你留一間就好了啦 你這一間 啊 賣掉 解決你的 債務 又搬回原來這一間 隔壁這一間 這一間 這一間又圍起來 啊 原來這一間在這裡 你們出來 這邊龍變動很好 啊 啊 不要要辛苦 三五年 啊 這邊賣掉了 賣不出去 那也沒有關係啊 啊 啊 若是有冤的人 啊 有福報不夠的人 他就會來買了啦 啊 啊 那麼這位先生也很出悲啦 說 那不是我又害別人嗎 那是不是害別人 啊 那你會怎麼辦 啊 那他如果有福氣 啊 他就會改嘛 有福氣 他就會改嘛 有福氣 啊 那麼改這邊 門 啊 就改這邊 那邊這邊龍變動 改這樣 他問我說 可以不可以改這樣 你沒有錢可以改了啦 你要搬過來啦 你現在已經拉不起來了 啊 啊 等到 你有錢了 賺回來 你再來改好了 不然就賣給朋友 剛好呢 啊 慢慢慢慢賣呢 那就是我們的 啊 同修 的朋友 啊 他們買了 啊 後來 他也知道 這個電梯 就是冤心在主 完全借助啊 啊 他 就 按照我們所傳的法 啊 九十度 山不轉 路轉 路不轉 人轉 啊 改過來呢 消災化解 化煞 為全 啊 怎麼呢 人家擲平安 阿姨 也漸漸翻 起來 戰線都回起來了 所以風水學啊 你不要認為說 哇呀 那個太 太迷信了 所以我們的冤 我們的仇 我們的冤心在主 就是我們冤心 冤心 啊 第一 說我們住家 啊 兇的為婉親 為冤親 啊 極的是什麼 不是借助 啊 啊 極的是我們的 我們的 善緣 啊 極山之家的善緣 啊 叫做福地 福地 福人基 福人基 福地 把這個 冤親 住家 有福到賣 賣 賣就是 萬親 川普 豐秋 你們回去看看 ですね 你們那裡 你們是不會 你那裡 就原親你們的 你住在风水不对的家 就是冤亲的家 所以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过去我们把风水学认为是迷信 事实上你不懂叫做迷信 你懂了 你才发现说 哎哟他是我们息息相关 每天住在这里 你跟他为伍 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 他来问我说 叔父我一生都没跟人接恶元 一生都没有跟人接恶元 我说你没有吗 他没有我绝对没有跟人接恶元 我能够 說讓人家 你讓人家 不被欺負人 也不占人便宜的 那最好 但是你還不夠 你的住家 你若是不對了 你就是跟那個 元親借住 元親 元親 元家 借住大座會 那會是怎麼樣 那你住了 才守不住 家裡搭搭滴滴 這四月雖然還可以 但是家裡的你所賺的錢 都是在貼補 去投資 到藥房 到有點 到處找名醫 是啊 我就這樣 我想我都沒有跟人截二元 沒跟拼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借助 都要給他討論一下 還想過來 我常常聽你說 要截二元 不如截散員 要截二元 一定要有歐歐報 那麼我回想起來 我都是截散員 怎麼還有這些不好的報 這不是惡報 這是夜報 夜報 夜報 就是你住家 你的住家 白虎王頭嘛 白虎王頭 而且你家裡所有裡面的動的東西 動的那些小機器 冰箱什麼 你都放在你的府邊啊 你的神位 若是背後靠著臭手 你很困難又生不疼嗎 腰痠背痛啊 要對啊 我腰痠背痛 我神位後面就是臭手啊 這就是風水學嘛 你就住在冤親的家啦 所以這位先生呢 他才說 哎呀 我忽略了 我一直想好好做人 有啊 你做人 大家好好做人 但是 莫名其妙的煩惱都會到 每個人都一樣會到 每個人都一樣會到 所以我有時候在街上看到很多房子 他們住的看得是很豪華 但是呢 他呢 住家的風水學 是不對的 而一旦不對了 哇 什麼問題都來了啦 那也是萬親借助啊 那麼有一部經書 一部經書咧 就是 什麼經書 風水真經啊 你風水真經 這部經 這部經 你們家裡 每個同學你們家裡要供養 啊 家裡供養的 就是 你以後就拿出來看 拿出來讀 你就會注意到 你家裡的 市周圍環境 所以金剛經 開示 啊 金剛經 啊 那 活頭呢 告訴我們 啊 啊 所以 經在在處處啊 經所在的地方 處處 一切天人阿修羅 啊 手應共養 啊 當之 啊 處處 哎 啊 處處則是 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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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不是只有金剛經 阿彌陀經 佛經 任何的經文在家裡你們都要供養 在家裡供養很簡單 有時候要插一支花 一支花就是供養 所以家中的阿修樓 家裡的地基族 或是有一些祖靈等 都會來祭拜這部經 尤其金剛經 少有一切諸佛菩薩 更應該來供養 那麼風水真經 就是當下二十一世紀一部經 讓家家戶戶 平安的一部經 曾經有人信徒問我說 師父阿 你一直講風水真經 不講金剛經 是早期喔 金剛經我在講風水真經 也是在講金剛經 讓所有有緣的人居住環境 大家都平安 大家記住了和諧 人與人之間 就能表達他的善心和愛心 所以信徒說 原來我以為講金剛經還是 風水真經是王散老祖所傳的大道 啊 關聖菩薩 仙弗本品也是華華經 所載入出來的 所有一切经都是佛所说圣者所开示的 圣者开示的真理是永恒不灭的 所以若是我们家中有经的人 你们一定要很恭敬的把它供养起来 不要到处拿着就乱丢 那个真没有智慧的人 你经历这天天的 那也是不对 那也是没有供养 没有全心 佛要你供养是那一个心 不是要你那个有形有相的 我要什么每天要舍水果三清酒裂 都不是这样 那一颗心 你看到一部经 合掌 李靖 那你就是供养了 尤其对我们有帮助的 任由于一部经 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在我们家里 你的供养了 好好把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供养好放好 那也表示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农天护华都是在家中 回顾 我们宣伙市 集中店刚要上娘的时候 有一位台中企业家 他的夫人粉丝碑 带了一位美国哈佛 拿了两个硕士 一个博士 回来的年轻人 电机工程师 开始饭厅都来了 饭厅都来了 呼呼叫 那么带他来 我正在上娘没有时间 我再请他你请坐下来 我待会再跟你帮你的忙 他坐下来 我也坐下来 他就不敢 眼睛不敢看我 就跑了 跑回去了 跑回去了 这一位企业家太太 赶快追下去 用车子把他送回台中 那么这一位年轻人 这位博士 也坐上车 到了双东 双东这里有一个吊桥 双东吊桥这里 开始 花鞭花黄 就开始 把这一位企业家的夫人 全打脚踢 把她的怀孕四个月的孩子 留产了 这个孩子 他自己就跑下车来 坐公车回台中 回到台中 他妈妈在家里 他拿了一个剪刀要吃妈妈 妈妈也拜佛 他观生菩萨救我 把那个剪刀 把他架子挡掉了 换他的爸爸 出来了 谁敢杀 谁敢杀我 结果 刀子 孩子拿起来 剪刀拿起来 又在他爸爸胸口 触了三刀 死了 所以他说醒过来了 说谁杀死他的爸爸 后来闹了很大的新闻 原来他的爸爸 把妈妈所有的经书 带回去的经书 全部都撕掉 每一个每一个撕掉 都丢在洛书桶 累积了六年 月报来了 所以各位 你加油经书 这一定要好好的 珍惜和供养啊 祝福各位